香港特区政府8月21日下午公布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详情及总结联越来抗议工作 林郑月娥表示,在中央给予支援的前提下,特区政府现时具备实施普及社区检测的能力 提供了很多香港人来接受这种检测的检测的检测 所以他们能够确定的状态,他们能够确定我们和社会 能够确定的检测的检测,检测的检测,检测的检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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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测。 林郑月娥表示,因普及社区检测工作涉及大量人手,有赖香港18万公务员的参与 该项工作将交由公务员事务局负责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利德全随后介绍了普及社区检测的具体安排 现在政府就是计划在今年的9月1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为期是7天,我们都会视乎实际的进度是可以延长不超过7天 换句话说,整个计划是会不超过14天,即是两个星期来来去完成 我们的对象就是,除了一些不适合进行检测的人士 可能他鼻或者咽喉那里是有病的,又或者是六岁以下的儿童 所有没有病征,而是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 都可以免费接受这个病毒检测服务 林郑月娥透露,7月初中央已同意健康码通关方案 由于香港疫情反复未能落实 她表示待疫情稳定后仍可落实原方案 针对全球激烈竞争新冠病毒疫苗 香港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时表示 特区政府需积极行动并向中央提出请求 特区政府是会采取一个商管齐下的策略去采购疫苗 一方面我们是会准备参与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就是GAVI,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还有是世界卫生组织牽头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 COVAX Facility 以作为两成,就是20%香港市民提供疫苗的安全网 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将根据科学的实证 和临床的数据 在咨询卫生署核下相关的科学委员会后 是预先采购协议方式 向各地的疫苗制造商直接采购更多的疫苗 就此我们已经是积极联系个别候选的疫苗制造商 以获取相关临床数据作出评估 同时我们也都有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请求 希望当内地疫苗面世的时候 是能够给香港支持的 林郑月娥表示 经港澳办统筹 国家卫健委协调 中央正支援香港进行的三大抗疫项目 包括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在亚伯馆兴建社区治疗设施 以及在亚伯馆附近3.2公顷土地上兴建临时议员 他表示 现实特区政府抗疫能力已全面提升 相信全城市民万众一心 很快将走出逆境 重振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